当地时间11月18日下午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。 在峰会第二阶段,会议围绕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讨论时,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,明确指出,应该结合20国集团职能, 在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数字、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,完善全球治理, 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集化,不会包容的经济全球化。 对此,专家认为,这既再说了初心,又倡导各方在新的变化与挑战之下再出发。 8年没有国际合作,大家不能那样度过金融危机。 那么现在呢,就是说,秉持G20峰会建立的初衷,继续加强合作, 这个号召呢,它既是对历史意义的这种再肯定, 同时也是号召G20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新的挑战下呢,再出发。 讲话中,习近平从五个方面详细阐明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。 对此,专家认为,中方从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数字、生态环境等当前全球治理中最需要完善的方面出发, 倡议既有方向原则又有实施路径。 其中,经济、金融、贸易治理,是中方面对保护主义等老问题的新表现形式, 再次提出的新思路。 经济治理,我理解是要给新的这个经济,要塑造一个新的这个动力, 新制生产力,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。 同时呢,在这个金融治理,加强全球整个的金融风险, 监测啊,预警等等之间的合作。 发达国家做好责任,发展中国家要提高这种话语权, 然后发达与发展国家要共同的联手应对新的全球金融风险。 还讲到这个全球贸易治理,我还是要反对保护主义,脱口锻炼。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现在的这个老问题, 但是又有新的表现,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。 而数字、生态治理,在专家看来, 是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问题,提供中国智慧。 当然这个生态,包括数字治理,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新问题。 提到几个绿色,叫绿色基建,绿色能源,绿色矿产,绿色交通, 要加强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和合作, 还有要引领数字化转型,数字化与实际经济融合。 这都是一些新的,我们新的观点。 我觉得就是提醒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这种方案, 更为全面,非常及时的,也是,未来也是可信的。 在五个方面之外,全球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专家表示,中国主张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增添了更多稳定性, 有利于推动全球发展更加公平,更可持续,更为安全。 如今,G20峰会已走过16年历程, 经济总量约占全球85%的20国集团, 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愉加凸显。 专家认为,各方应携手同行,形成最大合力, 为全球共同繁荣,注入新动能。 国际治理呢,它是一个中长期任务, 而现在我们也确实面临着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, 债务不断高企这样的结构性矛盾。 各国要秉持G20峰会成立之初衷, 面向未来呢,发挥G20在解决当下问题的重要性和合作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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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